我們很堅持做一些懷舊的中式餅、奶油花餅 因為有客人支持繼續來我們買 所以我們也會繼續做 我是金黃餅店二代 我爸爸做了這間店約往三十年 近幾年退休 我就開始給多點時間在這間店 大部份以前用的都是老師傅 變成我們有很多老餅 很多懷舊的東西 很多以前有的東西會在這裏出現 這個十字餅 豆沙卷、豆沙月餅 一些乾酥餅、合桃酥 都是我們這裏現場新鮮每一天去做的 他堅持盡量用人手做 其實人手的分別是很大 因為在蛋撻上特別反映到這件事 其實同一個麵團有師傅很大力去鍛鍊 或者有師傅用適當力去鍛鍊 做出來的鬆化效果是完全不同 大部份材料都是我們自己去做的 一些叉燒餡料、吞拿魚餡料、奶黃餡料 都是我們自己去煮的 我們沒有點現成貨 連我們的糖漿都是自己去煮的 有個私室客人定時定後 都會來買這個豆沙卷 和這個我剛才說的豆沙月餅 媽媽說吃完之後 那個記性是好 因為醫生說做研究 用一些以前的東西 帶回他的回憶 幫助他想起以前的東西 變成他定時定後都會來買 其實所有東西是很簡單的 很多客人說 真是小時候吃開的味道 真是好像媽媽的菜 其實不是說怎樣特別 很好吃 但我就是喜歡吃媽媽的菜 我們店舖來說 不是賣創新 我們要賣傳統和品質 盡量做好 品質已經很足夠